金价连续第四天上涨 盘中一度大涨近2% 因外媒报道称沙特疑似遭到炮弹袭击 其中引发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 避嫌资产黄金因此受益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4月12日星期四 上万时段出炉的美联储三月会议纪要 传达了偏鹰派的立场 助美元回升金价则回吐部分涨幅 现货黄金收盘报每盎司1351.03美元 涨幅0.85% Capital Economic分析师Simona表示 贸易战恐惧刚刚有所缓和 美俄主导的叙利亚局势却突然恶化 自今年初以来 不确定性波动性和地缘政治风险一直在稳步上升 这些因素激发了对黄金的需求 目前投资者的注意力正从对贸易冲突的焦虑 转向美国可能向叙利亚政府发动军事打击 而沙特疑似被炮弹袭击的报道 则进一步加重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分析师表示 黄金和石油从投资者的担忧中得到支撑 市场担心美国及其盟友可能很快会对叙利亚 发动军事打击 不过由于稍晚时段公布的美联储三月会议基要传达了偏鹰派的立场 令美元有所反弹 而金价则回吐日内部分涨幅 据美联储会议基要中显示 多位美联储官员认为 经济前景支持更加陡峭的加息路径 多数委员对通胀前景有更大的信心 此外 一些美联储官员讨论了转变宽松货币政策立场的问题 这被市场解读为 美联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首次讨论了经济刹车的必要性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潜在通胀水平在一年内升至最高水平 核心CPI的上升将有助于强化政策制定者的观点 即拖累通胀的因素是短暂的 积极偏好的通胀指标正逐渐接近2%的目标 而美联储会议基要中显示 多数委员对通胀前景有更大的信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